9月4日,知名艺人杨迪在微博发文称,自己的个人信息被泄露 由于被频繁打骚扰电话,他被迫更换手机号码 杨迪随文附上的图片显示,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陌生电话 甚至每一分钟就有一通电话打进来 此外,他的个人身份信息也被公开 杨迪还在评论区留言,透露90多个未接来电来自香港地区 表示更换手机号码,后续会有很多麻烦事 信息泄露的源头疑似为海外跨平台及时通讯软件电报 杨迪称,这一行为的术语疑似叫开河 在他所晒出的截图中,不到一小时的时间里 他遭遇了来自6个不同省份的超过11次骚扰电话 我现在每天都会接到很多骚扰我的号码 每次都会收到不少留言,但每次回复都很简单 当一位网友发来短信提醒杨迪时 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信息已经被泄露 于是他回复道,我需要更换号码了,非常感谢您 一些网友纷纷表示,有点不敢相信 到底是谁泄露了杨迪的信息 太让人气愤了,太过分了 泄露个人隐私,应该走法律程序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明星尚且如此,如果换成普通人 又该怎么办,赶紧换号吧 明星尚